俄乌情势影响全球供应链 不少业者忧心冲击出口 经济部统计 去年台湾对俄国的出口为13.18亿美元 进口为50亿美元 双边的贸易额对台湾总贸易额只占了0.76% 因为比重小于1%对出口影响不大 台俄去年双边贸易总额大约63.06亿美元 但俄国不断对乌克兰采取特殊的军事行动 不仅重挫全球股市也影响全球经济 只是国际上反战声量不断 让俄国列出不友善国家名单 其中包括美国 加拿大 欧盟各国 英国 乌克兰 还有日本 韩国 澳洲等国 其中台湾也榜上有名 但就怕这一波俄国反制裁对台湾造成影响 因为这个双边贸易的这个占比 确实是非常低 大概只有0.76% 但是我们也是还是会密切的注意 近期就会要到齐而也不会续约 所以我们也会分散采购的来源 台湾20%的燃煤从俄国进口 但经济部强调影响很小 进口产品多为原物料或是初级加工品 主要出口多为机器零附件 碟片 汽车零附件 电影响等等 以工具机出口来说 2019年俄国成为台湾第九大市场 出口额超过一亿美元 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 供应链停摆 出口虽然降到8255万美元 但衰退幅度低 让俄国要升到第四大出口国 俄国繁制台宣布 如果跟他们有债务关系 将可以直接使用卢布做交易 机械出口及能源供应 各单位都强调影响不大 但受影响的还有小麦面粉 就怕战火持续供应中断 只能在面临涨价挑战 TVBS新闻书关林立台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